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九位訪華的外國首腦 中央兩國在近年來 不斷加強了經貿等領域的合作 兩國的關係在未來發展 也受到了廣喊的關注 但從本週開始 中國也將會迎來 多國政要的密集訪問 這也突充出了詞主性 還有主動性 也有越來越多的國家 將對華關係視為外交的優先方向 共同推動世界 還有區域的問題和環遊 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都會為您詳細的解讀和分析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塊來關注 應中國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邀請 越南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阮富仲在10月30號到11月2號 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31號的下午 習近平是在人民大會堂 舉行了歡迎儀式 歡迎阮富仲訪華 同時也為阮富仲頒售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友誼勳章 也同他舉行了會談 您身體好嗎 好 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舉行儀式 歡迎軟富仲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軟富仲時隔5年再次訪華 成為中共二十大後首位訪華的外國首腦 也是疫情發生以來 中方第一次用正式全套禮儀 歡迎來訪的外國領導人 總書記同志 是我在中共二十大後會見的首位外國領導人 此行也是你在越共十三大後首次出國訪問 這充分體現了我們對發展中越兩國兩黨關係的高度重視 習近平強調 中國 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 成功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現代化道路 社會主義日益煥發出蓬勃生機 心形勢下 中越兩黨要加強治黨 治國 理政經驗交流互建 保持兩軍高層溝通和戰略對話 豁大執法安全合作成果 維護好各自國家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 軟富仲感謝習近平邀請他率領越方領導人 作為中共二十大後第一個元首級代表團訪華 他也實現了向習近平的承諾 將中國作為連任越共中央總書記後的首訪國家 他強調 越方將發展對華友好合作作為對外政策的頭等優先 會談後 習近平和軟富仲共同見證了雙方簽署的政黨 經貿 環保 文旅 司法 海關 地方等領域合作文件 中越貿易發展近年來突飛猛進 越南成為中國在東盟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國 中國也是越南的最大貿易夥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場 中越雙方去年貿易總額突破2300億美元 較上年大增19.7% 越共中央委員 越南外交部長裴青山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 中越兩國經貿合作朔軌累累 中國企業對越南直接投資多年來保持增長態勢 在新冠疫情給地區乃至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帶來衝擊的背景下 取得這些亮眼成績實屬不易 在雙方共同努力下 越中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各領域不斷取得重要發展 鄰居越走越親 相信並期待兩國關係將不斷增添新動能 邁上新台階 那麼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中國社科院國際問題專家 楊丹志博士和我們一塊來探討 楊博士您好 你好 主持人 楊博士我們可以看到 軟副仲這是二十大之後 我們接待的第一位外國領導人 這也是軟副仲越共十三大 再次連任之後的第一次出訪 這又有什麼樣非同尋常的含義呢 你認為 好了 主持人 那麼實際上中越兩國山水相連 而且中越兩黨兩國的友誼 是歷代數代領導人 共同締造的 那麼我們看到這個傳統延續了至今 那麼確實這次訪問可以看出 中方和越方都是高度的重視 那麼中方是用全套的禮遇 以正式訪問的全套禮遇的方式來迎接 越方的領導人 而且軟副仲在連任總書記 第三次連任之後曾經說過 他這個首訪要選擇去的是中國 那麼確實的確是兌現這個諾言 充分看出就可以充分看出 兩國領導人對於中越友誼的高度的重視 對於中越兩黨兩國 這個遠遠留長的友誼的高度的重視 那麼確實我們看到中國是堅持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越南是堅持多邊化多樣化的外交 但是越共的總書記明確地提出來 就說越南是把中國作為外交的優先 所以可以看出確實這次中方對越方領導人的 這個盛大的隆重的歡迎 可以看出確實兩黨兩國之間的友誼的深厚 主持人 楊博士 您剛才特別提到了一點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三年 來訪的外國領導人 基本上都是這個工作訪問的性質 但正式訪問顯然是不同的 這就意味著全套的外交禮節 那這也是疫情三年來 我們已正式訪問的禮節 第一次接待外國的領導人 這又有什麼不一般的含義呢 好的 主持人 那麼實際上就是說 在這幾年可以看出 國際形勢確實是複雜多變的 那麼現在俄屋衝突它的影響 在地緣政治 地緣經濟方面的影響 對全球的經濟 還有政治 國際關係的影響還仍然在延續著 同時一些非傳統安全 一些因素 比如像疫情 它所造成的影響和衝擊 也是長期存在的 那麼各國也都面臨著 在疫情之後如何復蘇經濟 能夠實現長期的發展這樣的要務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特殊時期 中國和越南兩個社會主義國家 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當然也面臨很多發展的機遇 那麼在這個時期就是說 這次訪問有助於使中越兩國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向提制升級方向發展 所以我想就是說 其實各方對這次訪問的期待 應該是非常高的 雙方對這次訪問的期待是非常高的 那麼在這個體現在這個治國理政經驗的交流 體現在這個推進這個經貿合作 這個包括就是說在這個未來社會主義 像什麼樣的方向去發展等等這方面呢 都會有很多很多的這個互動和交流 那麼就說這個呢就是應該是 現在這個阮富仲 這個為總書記的越南共產黨的 這個領導集體和這個中國的 共產黨這個新的領導集體 都共同要面臨的這個新的這個任務 所以我想這次訪問呢 它的意義的它的價值呢 的確在此著稱 那楊博士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和越南其實是世界上 最大的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了 那麼在過去啊 中國和越南的關係可以說 又親密又比較的特殊 您覺得接下來中越之間 如何減少爭議增加合作呢 好的主持人 那麼我覺得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說這個中越之間呢 這個有這個首腦外交和黨籍外交 這樣這個非常富有特色的 這樣的一個種這個外交的這個方式 那麼我想呢就是說 這個首腦外交和黨籍外交呢 確實可以在這個中越關係 發展過程中呢 實現一種這個戰略性的引領 這樣的一種作用 那麼有助於這個雙方呢 這個擱置一些爭議 或者說是有助於雙方 他們能夠即時的 能夠把一些這個其他層面的 這樣的一些紛爭呢 暫時的擱置 或者是能夠把它這個 很好的予以一種這個協調和這個管控 那麼等等我想呢 就是說這個確實是有可以 有可能是體現出這個中國和越南之間啊 在這個處理相互關係的時候呢 確實是具有一些這個其他的國家之間啊 所不能具備的這樣的一些特殊的這樣的這個方式 所以我想呢就確實呢就是這個首腦外交啊 和這個黨籍外交這個戰略性引領作用很關鍵 第二個呢就是說這個確實這個經貿合作 對於這個加強這個中國和越南的這個關係呢 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啊 那麼在現在呢這個越南方面呢 也在這個要推進這個經濟呢 去進步向前發展 那麼要發展這個綠色經濟啊 數字經濟 同時呢這個越南方面呢 也對這個和中國的這個一帶一路倡議 實現這種戰略性對接 非常有這個信心 非常有興趣 那麼特別是越南提出這個 已經南一圈和這個中國的 一帶一路倡議對接啊 那麼我想這個前景呢 應該是非常的光明的 那麼通過這樣的這個經貿合作 不斷地這個向前推進呢 中越兩國的關係呢 也會進一步地得到這個鞏固和提升 主持人 那楊博士按照目前的這個行程安排 我們可以看到軟負重第一個訪華 隨後巴基斯坦的總理謝里夫 坦桑尼亞的總統哈桑 以及德國總理舒爾斯呢 等外國領導人都會陸續來訪 而且都是正式訪問或者是國式訪問 這可以說中國的秋季外交 已經拉開了序幕 如何看待在20大之後 這一系列的外交活動呢 好的主持人 那麼實際上呢 在這個19大之後呢 這個中國的外交呢 就是這個積極有為的 這樣的這個外交 那麼現在在20大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確實從這個軟負重總書記來訪開始 那麼確實我們可以看到呢 就是說在主場 我們將會拉開這個 一場場這個外交大戲的這個戲目 那麼實際上呢 就是說在隨後呢 可以看到這個多個 發展中國家的這個領導人會來訪 還有呢 一些這個發達國家的領導人會來訪 那麼當然呢就是說 首先我們看到呢 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這個領導人 將到北京進行正式的這個訪問 那麼確實呢 在目前國際媒體的一些調研中呢 也要發現 確實呢這個很多發展中國家 對中國的這個評價呢 已經甚至超過了這個美國 那麼所以就是可以看出呢 在發展中國家呢 我們有很多的朋友 有很多的夥伴 那麼這個中國的這個地位 中國的這個形象 確實呢也是這個 在這個發展中國家呢 也是這個非常高的 那麼所以呢現在呢 這個從發展國家的領導人開始呢 還會有更多的領導人來訪問中國 那麼我想呢這個中國的這個主場外交 也會更加有聲有色 主持人 好 今天特別感謝楊丹志博士 來到節目當中 給我們做出的解讀和分析 其實就像我們剛剛特別介紹的一樣 在越南領導人訪問之後 中國呢也將自本週開始迎來 多國政要的集中訪問的外交熱潮 那麼在下一節 我們將繼續和財經評論 朱文輝先生一塊來探討 稍後見 歡迎回來 這裡是正在為您直播的 亞洲財經公司 圍繞至接下來 中國將進入一系列的外交活躍期 我們特別請到了財經評論員 朱文輝先生和我們來探討 歡迎朱先生 朱先生您看 在軟腹中之後呢 還有一系列的這個國家領導人 來到中國進行訪問 同時呢也有中國一系列的 這個初訪的這個行程 會有相繼的安排 您怎麼來看 在二十大之後 這個時間點突然有一系列 這麼密集的這種外交行程 我們怎麼來解讀呢 一個呢就是在11月份以後呢 它是一個國際的外交活動的高峰期 其實每年都這樣 所以一般來說 這個大型的活動都安排在這個時候 另外呢就是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 對中國來說 就是二十大開完之後 那麼也會開門迎客 所以就出現了 剛才咱們嘉賓也談到了 軟腹中是第一個 而且第一個我們非常強調的 就是他原來就說了 他十三大越共的時代 很多 接著我們就會看到有亞非拉的這個國家 其實它是象徵性的 我估計很多是排得對都想來 但是呢畢竟這個窗口還是比較短 因為接著呢我們就走出去 其實現在呢也有一些其他的高級官員 比如說去新加坡訪問啊 馬上就是我們看到 有兩場重要的多邊活動 這個多邊活動一個是G20 一個是APEC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多邊活動除了這個多邊搭台之外 還有雙邊在裡面唱戲 所以呢我們也會預期 在未來有很多的在多邊場合的雙邊活動 那個也是重要的看點 嗯 是中國接下來迎來了一系列 非常重要的這樣一個關鍵的節點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一次的二十大當中特別提到了 就是中國是現代化 那圍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次來訪的這些領導人 有的是來自發展中國家的 有的是來自於發達國家 比方德國總理舒爾茨 即將要來訪華 那我們怎麼來考慮 在同時和發展中國家處理好關係的同時 也要和發達國家處理好關係 我記得在這個二十大的這個報告當中 特別提到了一點 就是中國是現代化有五大合徵 其中有一點就講到了 國和國之間怎麼來相處好 處理好這樣的一個關係 在接下來我們是不是可以 從這個角度去考慮一些問題了 對 就是當前整個這個叫變亂交織 然後地緣政治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就一方面我們看到和平發展 合作共贏它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這種霸權主義 還有各種的風險和挑戰 它是層出不窮的 所以要在這麼一個大變局當中 我們在金濤海浪當中去創造機遇 去把握機遇就得處理好 一方面是和發達國家的關係 另外一方面就是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 那麼對於發達國家的關係 我們可能很快就會見到 德國總理舒爾茨 他也是頂著國內的那些反華人士的壓力 帶著一個龐大的代表團來到中國 其實為什麼他要頂住他們的壓力 就和這些企業家有直接關係 其實最近也有很多觀眾在問我 說難道他們那些西方的政治家 他都不考慮長遠的嗎 我說他們考慮就是自己的選票 自己當錢 這個民眾基本上也是受他這種東西的影響 但是企業他必須得考慮長遠 就是我這個沒有天然氣了 沒有過去從上個世紀70年到現在的 很穩定很廉價的天然氣能源了 我下一步怎麼辦 長期都是這個三到四倍的價格 那我是搬去美國 還是往我最大的市場集中 還是幾頭我都下注 所以這個就是這些企業很重要的選擇 但我們看到對於中國來說 我們一方面要和發達國家 繼續搞好這些關係 但是我們也不怕和他們競爭 比如說對中國的打壓美國那一邊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我們看到 我們的經濟實力強大 我們邁向現代化了 我們就有更好的條件 還有很多發展中國家去搞好關係 像這次巴西總統盧拉勝選 其實中國人第一時間就給他送去了祝福 巴西就和中國 它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的 經濟關係就會更加緊密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農業出口國 它的大豆有一度出口 是超過美國對我們的出口 然後它是鐵礦石 它的這個石油 還有阿根廷牛肉 還有像智利的這些鯉礦等等 所以這樣的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這個路子 也可以走出一條新路來 那其實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 首先來說說阮福仲訪華 阮福仲作為越南的領導人 我們可以看到背後其實還有東盟 中國和東盟接下來的關係 其實可以看到和中越的合作 能夠看到一些關係 另外再說到德國總理舒爾斯 舒爾斯可以代表了中歐之間合作 這樣一個縮影 這一系列的聯繫上不難發現 其實這就是在一帶一路沿線當中 我們所謂的六大經濟走廊的覆蓋範圍之內了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特別提到了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一系列的這種合作關係之下 我們怎麼去展望接下來的這些合作的可能性呢 特別是在這些領導人相繼訪華 達成一些共識之後 我們怎麼去看這樣的問題呢 對 這就會出現我們說人類命運共同體 它一定是和平共存 合作共雲 然後呢是相互尊重 比如說馬上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重大的看點 就是一帶一路的重大項目 在印尼的亞萬高鐵 那個車都運過去了 也不排除某些段就可以通車 但是呢 向全世界做一個重大展示 這就是當今中國它的經濟和技術 到一定的實力之後 它可以給全世界提供的基建的選擇 而不是以前的樣子 所以呢 我們就看到 一帶一路這個西方很嫉妒 那美國那邊也搞了個什麼 全球投資倉議 但是現在很多國家就看明白發展中國家 它作為一個要建設項目 就是說美國基本上主要是在說人家 說你這個不對 那個不對 然後挑撥離間 說它幫不了你 其實呢 美國那邊在過去幾年 它拿不出什麼幫助發展中國家 快速完善它的基建的項目 反而天天告訴你呢 這個不能排放 對吧 那個不能做 那個錢不能要 意思呢 就得靠我 其實呢 你做不了了 反而中國就是很冷靜地 悄悄地完成了大量的這個項目 嗯 特別感謝中國學生做出的解讀和分析 那接下來我們在稍後一塊來關注香港 金管局將正式推出商業數據通 那作為金融科技2025策略的一個舉措之一 商業數據通又將如何來助力 香港金融科技的建設發展 下一節我們將特別邀請到了中英香港 工商金融部的副總經理王浩輝 帶來詳細解讀 稍後見 歡迎回來 這裡是正在為您直播的 亞洲財經透視 接下來圍繞著香港金融科技的發展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 中英香港工商金融部副總經理 王浩輝先生 和我們一塊來探討 王先生 您好 我是楊尼卡 王先生 我們可以看到 香港金融管理局早前 正式宣佈推出了商業數據通 對於這個全新 並且特別針對中小企業的 新時代金融數據的基建項目 那作為參與銀行之一 請介紹一下商業數據通 商業數據通是香港金融管理局 於2020年底提出構建的 金融基建設施 旨在令銀行體系 更有效地發揮金融中介的作用 促進香港的普及金融 透過商業數據通 中小企業可以運用自身的商業數據 譬如電商平台的銷售數據 或電子收付數據等 讓銀行進行信貸評估 有助簡化貸款申請程序 提升審批效率 解決中小企一級以來 面對的融資困難的問題 對於參與銀行而言 商業數據通為每家銀行 及數據提供方提供獨立連接 節省銀行與數據提供方 足以進行點對點連接的工作 令數據共享變得更安全有效 而且更具規模 對於今年市政報告提出支持發展金融科技 以及支持中小企的措施 中銀香港非常歡迎並全力支持 我們積極參與商業數據通項目 成為首家通過這個平台完成授權 及數據傳輸以數據支持審批貸款的銀行 最近更成為首批本地銀行 成功通過商業數據通 對接商業信貸資料庫 以獲取商業信貸資料 有助本行推動落實自動化 信貸審批流程 那王先生和傳統的貸款處理方式相比 商業數據通有哪些優勢呢 如何來解決中小企業的貸款困難 另外向金管局積極為商業數據通 引入了更多的商業數據源 來擴充其功能 由此預見商業數據通 如何來進一步豐富 以數據為本的金融生態圈呢 一直以來 企業申請銀行貸款時 都需要準備不同的財務資料文件 由於人手緊張 中小企整理貸款申請所需文件的時候 成本較高 商業數據通 有助減少中小企申請貸款時 所需要的文件 譬如訂單 收收發票 照益記錄等 可以縮短融資申請的時間 並以較低的成本取得融資 對銀行而言 商業數據通 要是使企業在收權銀行後 銀行可以通過這個平台 向不同的數據提供方 取得商業數據 以更實施的資訊 了解客戶的業務狀況 進行信貸審批 以及輔助待後管理 以數據化的手段 解決中小企融資難的問題 商業數據通 有助建立一個 以數據為本的金融生態圈 令銀行業界可以向企業提供更便利 更多元化的貸款產品服務 若是推動普惠金融 為響應金管局推動 替代數據的應用 中銀香港於今年6月也提出了 中銀收單商戶 貸款計劃 利用BOC Bills 電子造譯數據支持中小企貸款審批 無需客戶提供財務報表 整個貸款申請 較傳統的模式 最多減少一般的時間 同時也可以節省客戶 整理申請文件的成本 那王先生 金融科技是否會成為疫情之後 香港金融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呢 那銀行又該如何來協助中小企 推進數碼化的轉型呢 金融科技將會成為疫情後 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全球的金融中心 都在炸大科技方面的投資 香港的金融科技的發展 是有必要性的 也有助銀行業界提高服務水平 疫情加快推動企業的數據化發展 為配合客戶的需要 以中銀香港為例 全力推進各項數據化金融服務發展 包括提供線上的貸款申請 線上的開戶 最近也推出了一站式的 企業流動應用程式 為企業提供結合資訊互動 連結到常用的 線上銀行服務功能的 一站式數碼平台 好 今天也非常感謝 中銀香港工商金融部副總經理 王浩輝先生 給我們做出的解讀分析 以上就是今天 亞洲財經透視的全部內容 感謝各位的陪伴 我們再會 馬上進了 就要速做到 想測器 海洋市場 海洋市場 各家巿 賈 開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